一聲二聲三聲四聲 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們要教的是呢 各位在錄完了自己的一聲二聲三聲四聲之後呢 你需要使用Protz 然後來看你的每個聲音的Pitch Contour 那在看Pitch Contour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的一聲二聲三聲四聲 所謂的Contour呢就是隨著時間變化 你的聲音是維持在很高呢 還是有往下調 還是你的音調是往上 這一些呢 都可以在我們的Protz上面看到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看的是Pitch 那就請各位打開你的Protz 好 打開之後呢 請把你的聲音檔開出來 或者你是要使用Protz去錄音也OK 那打開之後呢 選擇你的音檔 那就按View and Edit 你就會發現你錄的聲音呢 都列出來了 然後呢 一開始你可能會看到 好 因為我剛剛把它關掉 來 你可能會看到有些紅紅的 有黃黃 有藍藍的 基本預設呢 藍色就是我們今天要看的Pitch 那紅色的呢 是Formant 你就可以按Formant的地方 Show Formant給它點一下 就關掉了 Intensity 黃色的部分 你也可以一樣把它給關掉 所以我們需要留下Spectrum跟我們的 藍色 也就是Pitch 好 那這些聲調應該看得出來 我是照一聲二聲三聲四聲去念的 所以呢 打開之後呢 我們就選取我們要的一聲的部分 然後按選擇這個選項就會把它選取的部分 拉到全螢幕 好 那這就是我們的一聲 那一聲的話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們要需要注意的呢 就是 在你判斷藍色 欸 到底 哪一段要怎麼選 你要怎麼list 這個Pitch Contour 前後呢 你會發現 欸 這明明就是Spectrum上面 好像沒有什麼能量 為什麼會有藍色點點 那可能就是Prod它自己的誤判 好 所以 那這個錄起來其實還蠻標準的 就是 沒有什麼奇怪特殊的地方 那如果你發現突然有一個點 它往上飄很高 只有一個喔 那就代表它可能是Prod自己的誤判 它會自動就是頻率乘以二高八度之類的 你就看一下 如果呢 它跟隔壁鄰居的這個 紅色的頻率就是我們 不好意思 是藍色這邊 藍色的頻率如果呢 是剛好隔壁鄰居的大概兩倍左右 那你可以自己把那個 突然往上跳的八度 給它除以二 那如果你除以二之後呢 好像跟左右鄰居還是差很多 那你就把那一點 你等一下把它選出來之後 把那個特殊的值給刪掉之後呢 用前一個跟後一個加起來平均 來當你中間那個點 就是用內插法 好 所以這是可能會遇到的狀況 那目前我們沒有遇到 所以就祝各位幸運 好 那一樣的呢 我們要得到的就是這一條線 在時間軸上每一個點 它的F0的高低 所以我們就把我們需要的部分 給選起來之後呢 一樣後面如果你覺得這個能量有一點奇怪 就代表它不是很規則的真的 那我們就不要選到那個部分 好 選起來之後呢 因為是做Pitch Contour 所以到上面的功能這邊點選Pitch 就看到一個Pitch Listing 那所謂的Listing呢 它就是在同樣的一個間距 每隔約10毫秒 應該是很 對 相當精確 每隔10毫秒 它就會取一次它的F0 好 所以 點下去之後 大家就可以馬上看到 在615毫秒這個時候 它的F0是168.85 625毫秒的Pitch呢 是167 這樣子就是在什麼時候 它的F0是多少 那這樣子呢 其實是 視覺上我們看不到什麼 所以我們需要把它選起來 選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到我們的Excel去把它貼上 貼上的時候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把它拉開來 你會發現 這個時間跟你的F0是放在同一格裡面 但是這樣同一格就代表 不是兩個值 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我們是需要時間對上我們的Pitch 然後是一對一 這樣才有辦法做XY軸的圖 但是這樣子是無法做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用一點技巧 所以你貼上的時候呢 仔細看 貼上之後 什麼都先不要按 你這邊會看到一個貼上選項 那你把它點進去 使用文字匯入精靈 它就會自動幫你切開哪邊需要變成兩欄 好 那你就一直按下一步 直到最後按完成 其實預設的就已經非常好 那你就看到 它已經列出時間 每隔10毫秒 然後它的F0值是多少 好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時間其實不需要 因為你不管是一聲二聲三聲四聲 你只要預設值在Prot裡面描改 它就是每10毫秒取一次 所以你就可以把時間給刪掉 留下你的F0 那你可以標一下這個是Tone1 好 Tone2 那同樣的呢 我們再到Prot去 好 再到Prot去之後呢 Tone2,Tone3,Tone4 Tone3的部分呢 可能各位會有一點疑問 一樣我們把Tone3 Ring面來看之後 你會發現 欸 後面為什麼會有一點往上飄 然後甚至會有 哇 這是什麼東西 好 其實呢 我 老師應該上課都會跟你們講 就是我們Tone3跟 中國大陸其實不一樣 我們在講三聲的 以 的時候 後面是沉下去 不會像大陸人講 三聲是 以 他們後面會往上拉 所以在台灣的口音呢 你只會 以 那因為很低 所以後面會有一點 Cricky voice 所以那些就會導致 我們看一下 Wave 這些是非常不規則的 聲帶震動 所產生的能量 所以可能我們就要 好像這邊之前都很規則 後面那些不規則的呢 我們就 不要選 尤其是到最後面這邊 連F0都跑得很厲害 所以呢我們在選的時候 就從規則的開始選 選到 這邊開始 能量有一點 好像不太OK 沒有規則震動 那就不要選那邊 選到這邊就好了 好 這樣子就可以一樣做pitch 不好意思按錯了 好 pitch listing 那就看到 每隔十毫秒 它就取一次你的F0值 好 所以四個tone都做完了之後呢 你應該會得到一個表格 是長這樣子 那這個表格呢 你會發現 你的一聲二聲可能 好 OK有一點長 三聲可能會也很長 不一定 但是四聲就比較短一點 那每一個tone都不一樣長 那OK 我們需要做圖就好了 所以 來 選的時候呢 你連標題都要選 tone1,tone2,tone3都要選 然後呢 空格的話呢 就沒辦法 畫出來的圖就是四聲會比較短一點 好 所以 四個tone 那 照時間 等句 得到的F0都列出來之後 選起來 我們按插入 插入 折線圖 那折線圖我們可以選擇 要有點點或沒有點點 都可以 都可以 那這樣子 就可以畫出我們的 tone1,tone2,tone3,tone4 那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可能需要在你的X軸跟Y軸 標出標題 你的X軸呢 就是 時間 時間 好 那一樣的我們一樣要插入 我們的Y軸 垂直軸的標題 可以 那我們的Y軸 就是 單位是赫兹 那你要打上F0也可以 然後單位我們用光光把它光起來 好 這樣子呢 就可以看出來 我們在 時間軸上 然後每一個tone它的長度 跟它 F0的變化 好 那一樣的整個表格 整個圖表的標題 你可以 給它加上 我們這個是 例如 Vectors 不好意思電腦有點慢 好 Tonal Contour OK 這樣子就 非常完美 那如果你覺得 隔線有一點混淆式 你可以到這邊 我們的隔線 水平隔線 你可以選 V 那就會很乾淨 只剩下四條 Tonal Contour 好 那就 祝各位 使用上 沒有什麼問題 囉 謝謝